慈悲 今天的世界缺少的就是慈悲 在今天的世界裡面 有的是充足的物資財富 有非常先進的知識分子 有才氣中環的作家 有才能的演說家 有高明的醫師 哲學家 心理學家 科學家 宗教顧問 絕妙的詩人 和很多有才幹的領導人物 雖然有這些有才氣的人物 但是今天的世界就是沒有和平和幸福 這個世界一定缺少了某些東西 所缺少的就是對他人的慈悲心 物質的獲得 本身不能夠帶來永恆的快樂和和平 和平必須先奠基於人的內心 才能夠帶給其他人和平 乃至擴大到世界 要達到真正的和平的唯一道路 是依從佛陀的勸告 為了修持慈悲 一個人 首先需要收集非暴力的崇高原則 並且必須經常去努力克服愚痴 是真恨和貪婉 以正道代人 打鬥並不是身體在這裡打 因為人的缺點和不正當 不是身體而是在個心 非暴力是比報仇更有效的黑邪武器 報復只會增加了邪惡 為了修持慈悲心 一個人必須丟開自私的愛 這個世界太多的愛是以自我為中心的 人們只愛個人的自我 愛丈夫並非出於對丈夫的愛 而是出於對自己的愛 愛兒女並不是出於對兒女的愛 而是出於對自己的愛 人愛上帝並不是出於對上帝的愛 而是出於對自己的愛 到頭來 任何人被愛 都不是由於真正的愛 而是由於對自己的愛 這些就是自我中心的愛了 人應該了解 如何修持無我的慈悲 以尋找自我解脫 自殺可以殺身 自私可以阻礙精神上的進展 今日世界缺少的就是無我的慈悲心 慈悲在佛教中不是情緒的 也不是自私的 慈悲是跟隨貪真痴 疾到殘忍以後的淨化心靈 所輻射出來的 依佛陀看 慈悲是保持心靜 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最有效方法 在慈悲經中有說 正如母親在他生命危險中 保護他唯一的孩子 我們就是以類似的愛心 去培養無邊同情對待一切眾生 我們要把這種無邊慈愛的思想 普及於世間 乃至上下橫片十方無有障礙 無有親恨無有敵意 然後請問他 我要做全面殘忍 或用心靈感 一定要保持心靈感 與四方家相在 以及六方家相在 棉筆